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馬拉同學會 歡迎收看 一名的號碩是又來了 茲瑜請來 謝謝 那個 母哥的福利來了 茲瑜是妳 大家好 我是茲瑜 妳當過校花嗎 還是笑話 笑話 笑話 那妳在學校的時候 看到笑話的時候 會有嫉妒還是羨慕還是恨 會 她跟人家插成的過程就是 沒有這樣 還是偷扮她 都差不多啊 她那雙腿 我覺得在學校排名 應該是數一數二 她在醒無 沒辦法當到首席啦 應該高中就可以了啦 國中吧 國中那個時那個階段開始變 對 因為國中就會開始被欺負 當笑話的感覺怎麼樣 就會被欺負啊 真的嗎 你這麼高壯 還有人欺負得了你啊 高挑啦 高壯 高挑 你才那麼漂亮 好啦 我要給蕭花掌聲鼓勵 謝謝... 不論任何時期的笑話 帶給人家感覺總是愛恨參半 男生同性可能很... 異性可能對她是追求值得上 對 可能是同性對她可能就... 忌妒 一定會 對 才嫉妒的 然後按人捧一刀 你應該跟我講你這麼說 霸凌是不是 不過笑話的記憶如何 我們先看一看VCR 學校的風雲人物 笑話 他們是男同學們的夢中情人 但也是女同學們的共同敵人 除了超人一等的外在條件 究竟還有什麼特質 可以令笑話們在校園中稱霸呢 今天節目邀請到幾位 曾被稱作是笑話的女星 一起來分享 笑話的頭銜 到底是一項殊容 還是異常熱夢 掌聲歡迎四位笑話 逸臨我們現場 好 真是漂亮 真是美的 真的 剛剛上一次 上一集錄影對不對 來一些什麼 對不對 黃國倫 對啊 什麼那些 黃國倫其實在見中國的時候 也是他們見中國最帥的 再補這一句我覺得真的一點 而且逸臨哥其實 在罵國倫老師的時候 他也余光飄到 會帶白帽我們的現身 剛剛趕快補一句 不是 陸完宇還不走是什麼意思 文老師 踏過這個線就賺錢 沒有踏過那個線就不賺錢 糟糕 又了一筆了 好 太好了 既然黃國倫都要現場 那我們來先來訪問一下寇乃馨 大家好 小燕姐 在訪問寇乃馨之前再看看 後面那張照片上面 有穿白色青衫的寇乃馨 這是北一女的時候 北一女 那時候是剛剛開放髮禁 所以那時候我是學校呢 最會吹頭髮的人 漂亮 不要這樣 那個 郭倫老師 郭倫老師 你當這裡是紅包場 我覺得好漂亮 男性好漂亮 那你一整集會 一直坐在那邊跟我們互動嗎 你有沒有看你手上拿一支麥 你還有咖啡可以喝 等一下 等一下 玉琳 不會啦...很漂亮 你知道如果要追到校花 總是需要花一點力氣 而且她需要手助戰場 因為那個年代其實我是 連訓導主任都會跟我請教說 請教喔 說 寇同學請問一下 你每天吹頭髮花多少時間 因為那時候流行那種 松田聖子兩邊翻飛頭 對...那個時候 所以我就會把她兩邊這樣吹這樣 我跟你講我個人使用時間15分鐘 所以晚以後從校門口 北宜女校門 一直走到貴陽街的站牌 去坐公車 那一段路就是Catwalk Catwalk 對 完全是伸展台 因為路上會有非常多的 憲兵哥哥 憲兵他們是不能動的 然後他們就會找他們的兄弟們說 我那哥們想要跟妳要電話之類 然後每一天我們就可以回去 幾個女生我們就會對說 今天妳拿到幾張電話號嗎 有多少個人跟妳要電話 他是可以計算業績的 那時候就有業績制是不是 妳的業績應該經常保持在第一名吧 還可以 就是因為大家都覺得 北宜女競爭力很弱嘛 因為大家覺得說 你知道有一句話說 台大女生那麼醜 北宜女要負一半責任嗎 就覺得說北宜... 第一次聽妳說 真的嗎 沒有啦 因為北宜女的同學 認真念書 離得越遠的越漂亮 比如說中山的就比我們漂亮 可是妳也是台大外文系的戲花 妳也念台大了 因為外文系... 對 外文系還不錯 外文系算是台大的那個優選 那淺淺的驕傲妳有感受到嗎 其實不是淺淺的事 不是淺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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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淺淺... 這樣還不夠謙遜嗎 一點也不 而且北宜女的 她還生走進建宗 對啊 全校男生為了歡呼 可是問題是建宗是男校 隨便一個女的阿桑走進建宗 都有人歡呼 對 何況是我對不對 上次小甜甜去建宗參加活動 也是瘋狂 真的嗎 訓導主任也出來迎接 小甜甜來真的有人歡呼 有 訓導主任是要來把她帶出去 不是 國倫老師 如果呼都那麼頻繁密切 妳還把郭忠祐 而且我那時候的男友是 那應該比國倫老師厲害 帥多了 因為她是一個混血 而且她鼻子這麼挺 這麼挺 然後頭髮就自然一點 180以上 她頭都比國倫老師小嗎 頭也比她小 臉比較立體 但她不會作曲作詞吧 不會作曲作詞 她沒有那位黃國倫老師才氣吧 沒有 對不對 她不會作詞作曲 但他們家開始 她內褲也沒有破洞吧 沒有 她內褲沒有破洞 妳知道她內褲沒有破洞 妳看過 我那個年代還不知道 妳看過她的... 我那個年代還不知道 但是我想應該不會有內褲 比我老公破得多 而且妳知道我那個年代 在北藝的時候紅到什麼地步嗎 建宗那一年的畢業紀念冊上面 有做懂事 那校長還厲害就對了 是不是 因為... 因為那時候 我不是說那個我男朋友嗎 其實那時候還不是男朋友 只是他在追我 然後那時候他就是碧聯會的主席 他就說那可不可以請妳幫我們的 看頭拍一系列照片 那我們兩個就要在校園裡面 做各種呢 建宗跟北藝女呢 貌似交往那種情境照片 有點像是劇照那樣子 然後就登在他們的看頭 那妳們最近還有聯絡嗎 跟會長 沒有了 分很久了 但是預計下個禮拜可能會聯絡 就是這集播出以後 因為會長看到 會長就覺得 我難忘當年輕這樣 對啊 但是如果他是應該會找妳的話 你會 然後那個會長 會長音挺帥氣的說 乃欣還記得當年我們在紅樓怎麼樣 這時候國人老師走過來 還穿那件破內衣 仔細不能不要我 你看 我們現在前面第一趴就講成這樣 你看那後面三個怎麼說 怎麼弄 好啦 我們現在非常... 暫時非常感謝寇乃欣 對於北女的一些簡介 不是 他剛剛講成這樣 不是 我看到雨樓 已經偷偷在花椅子了 你知道嗎 她在那邊飄 影在那邊飄 宇文那時候應該更紅啊 至少就不用再補這一趴了 對... 我告訴妳 我們有一個好處是 我們中山的女生 的確比北一女受歡迎 中山確實行情比較好我知道 沒有 因為北一女的人 感覺比較高傲 然後比較有距離 那中山就是比較乾淨 比較簡單 比較乾淨 制服... 因為他們覺得綠色 因為他們有時候把制服顏色 穿來的時候 對 我們是白色 他們是綠色 他們很多人覺得穿綠色 只要看到綠色制服就會怕 不知道為什麼 會有一個距離感 對 所以白色 他們以前是票選說公立 女中裡面 就是白色 白衣 黑衣 最簡單 不是景美嗎 是中山嗎 是黃色也應該沒有 白色比較漂亮 中山是真的 謝謝 請繼續 小姐姐 妳不要這樣嘛 宇文好不容易 不是良效嗎 趕到交妳 因為要扯到景美去 宇文 謝謝 反正之後 像她有講孝慶的時候 因為我是覺得 走近建宗是沒有必要 因為妳真的受歡迎 應該是別人要來找妳 不需要走近建宗 所以是建宗來找妳 建宗闖進中山來找妳 對 我以前闖到什麼地步 妳就押過扣乃心了 以前就是我記得門口校 門口會有教官 以前有軍訓課 教官官很嚴嘛 那女校 男校 男生當然不能進來 所以呢 我們下課的時候 通常我要走出去之前 就會有教官擋住我說 他怎麼辦 真的 他就... 我就說那 那遠遠我要看是什麼嘛 誰嘛 什麼貨色 我要不要嘛 我喜歡嘛 那如果說2號留著 然後5號走嘛 我都會跟他講 那如果我不喜歡我就說 教官 妳去幫我把這個人 弄走 弄走 妳就跟他說我... 妳幫妳的教官形容很像老寶 妳確定她會帶著這麼多嗎 可是我告訴妳 教官這種才是好教官 她保護學生啊 她知道妳 可是她又同時帶有開放的心 她說妳真的喜歡 我可以...妳知道 可以讓妳們去... 所以她一方面當保鏢 一方面還幫妳挑貨 是這樣喔 最好是這樣 沒有 真的 教官非常nice 因為他就是很保護學生 他會問說 這真的是妳的朋友嗎 因為他說他要來找妳嘛 那我有時候看這個不喜歡 然後我就跟教官說 那妳就叫他回去 然後教官還跟我講說 他說叫他回去可以 可是他手上帶了一束花 我說花我不要了 那教官就說 他想要帶那一束 他說不如他騙... 他騙那個男生說花 然後他幫我轉交 他自己帶回去擦 我們教官的辦公室長 滿滿的鮮花 後來妳們下班就改開花店對不對 都是我貢獻的耶 他已經跨到這個地步 妳覺得後面也怎麼發揮 妳看照片是妳高中時候的照片嗎 這很可愛啊 這個是真的很可愛 對啊 妳那個時候已經當歌手了嘛 沒有...我高一還沒有 這是高一啊 這高一的時候啊 就是16歲左右 這個笑話真的是名符其實喔 對...那時候有可愛啊 而且他有那種青春的甜美 對 然後我就是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走在路上 後來就被人家找來當那個 拍廣告當女 也是審理嗎 就有一個戴牙手帽嘛 小妞 我是經紀人 那時候他們說覺得妳像誰 我那時候他們說就... 那時候流行誰什麼 對... 我那時候還有票選一個 我覺得滿驕傲的 可是不知道拿出來會不會被... 沒關係... 你都說到這個份上 你說沒有 我有被票選過 就是那時候不是講宅男女神 就是學生情人 就是學生情人的票選第一名 是... 然後最後要是你要看他 還有誰跟你比 對 第二名是蘇慧倫 第三名是天心 太驕傲了 妳為什麼敢這樣講我 而且人家是有報紙... 我還把報紙留著 妳簡報真的都有耶 我學生第一情人 一個節目的投票 是真的找民眾在投票 這麼早就有作票 也沒有一樣 知道 我們跟女兒 路過這幾集 發現她滿會蒐集簡報的 對 我很愛 因為我...沒有辦法 自從我主持妳節目開始 我就不看了 因為我簡報都是一些 讓我賞心的 因為後面都是負面新聞 然後妳這樣都是派啊 派啊 因為也看不清楚我是誰 全部每一集都是派 妳知道嗎 玉琳哥 妳看看 妳當初照得念 人家學生情能被妳糟大 真的 沒有 但是那時候 其實在學校是壓力大的 因為學校的 大家都是要拚大學 我聽說一個傳說 我聽說妳後來念正大嘛 對不對 聽說正大唯一一個開跑車 去上學的人 就是妳本人 真的假的 我那時候 我念...我剛才在正大 忍不住了 不是 正大是因為 後來我有一個敵人 這真的打不敗 我進去大一的時候 大家就是有一天 有個男生要追我 就我在等公司 旁邊就來一個說 佩玟妳好漂亮喔 我們學校除了誰誰誰之外 就屬妳最漂亮 那那個誰誰是誰 劉甄 因為她是我學姊 但她是... 不同路線啦 不同路線 可是我要劉甄 這是什麼 她...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已經真的就是藝人了 不是只有那個 就是我開跑車 你們大學的時候 有坐過法拉利嗎 沒有 就是門口都會有那種 跑車在等我耶 真的 妳門口有法拉利等妳 來欣...不能送給她 門口怎麼在等妳 怎麼等妳 一定要歹罵對不對 歹罵 一定要公司 我告訴妳 那是以前 現在馮玟真是有藍寶接妳喔 我真的覺得很誇張 可是我跟妳講 劉甄真的很夯 對 他那時候大學 我有經過他講他的故事 所以他今天不在 我們就講他壞話好了 你知道劉甄 是妳第一個人在講他壞話吧 幹嘛把我們吃個輪圈 劉甄過生日的時候 是不是有那種 有那次熱氣球那種事 有人在他們... 我們是... 他是俄文系嘛 然後放在雨氣管 然後放熱氣球 升上來 然後上面說 劉甄回來 太誇張了 那個時代耶 對啊 那是犯法的耶 對 不環保又犯法 對啊 所以我們這種就是 法拉利就訓調 因為一定要真心的 就是弄那種 其實妳訓調也不光是 車子這方面 所以妳大學就做法拉利了 我到現在都沒做過法拉利耶 怎麼可能 我只認識法拉利節是真的 沒有比法拉利更猛 是直接比到大學嗎 另外兩個還借不介紹 當然介紹 我覺得妳兩個都講成這樣了 雨柔 雨柔妳還有講嗎 火力先不要全靠全靠 沒有 可是她是年輕一輩的 我們是低調派的 妳有多低調呢 因為其實我從 開始讀書這件事 比方說幼稚園 國小 國中 高空 這麼小就開始讀書了喔 當然啊 不然 反正 不是因為我一路上 都是屬於比較高個 就是我一路上都是比男生高 然後就很受矚目 可是我一直發現到 會被受歡迎到全校很喜歡 我發現一件事就是 我升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升國中 我又開始發現很奇怪 就像乃馨姐剛剛講的 我真的三年都沒有買過早餐 而且有時候還不只是一份 就是可能會突然有個兩三份 她會留名字嗎 不會 她都是匿名的 她這是無名士喔 對 可是她就是想要 對妳做這件事 然後這三年沒有早餐就算了 連中餐都是 因為以前小時候 不是會習慣要帶便當嗎 然後帶了前面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發現那個便當 每天都會拿回家被罵 就是因為每天中餐就是會有人 不管是外面買的 還是說他們去訂好外面會中午 送來取消 早餐午餐都有人幫妳準備 那都不知道是誰 那妳都不會好奇 想去肉搜這個人是誰 那時候哪有什麼肉搜 但是那個時候是 比方說以前學校有福利社 然後譬如說我們會姐妹去買東西 但男生就會觀察妳 他會看妳平常去福利社都買什麼東西 他就會隔一天中午就挑妳喜歡吃 不好意思 那我們好奇 最近還有人買早餐給妳嗎 沒有 沒有了嗎 應該這兩個禮拜沒有啦 午餐也沒有了嗎 兩個禮拜前還有 事大皆空了 沒有關係 我可以自己買 我好手好腳 沒有 妳剛剛早就體驗到這一點了 對... 因為他已經... 已經算整個開誤了 他再也不當人家的學生了 你有沒有辦法好好聊天 那高中... 我剛說我今天脾氣不是很好 那...余蓉 不是啊 好... 他們那個高中是臥虎長龍 所以妳在高中還是繼續是笑話嗎 對 因為其實高中的時候 我已經進模特兒圈了 然後那時候進模特兒圈的時候 其實也算是... 就是有少許會上鏡頭 可是我自己不覺得說 自己是一個紅人還是怎麼樣 然後是一直到註冊當天 不知道拿課本啊 什麼的 結果突然一回頭發現 我們整個教室被包圍 就是走廊全部門口都是男生 然後他們就是要來看說 這一班有一個學妹剛進來 聽說她是誰...來自哪裡 在做什麼 然後他們就會來看 就說她真的很漂亮啊 什麼... 但我就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是屬於比較低調 就是沒有想要去享受 被人家當笑話的感覺 她剛剛講那一段 她已經這樣不斷壞了好多的那種 對... 然後她要說 我們就是比較低調 我們自己懂什麼 叫做被收歡迎的感覺嗎 妳懂嗎 妳從小到現在懂嗎 等一下... 不要激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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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要逼我 她最近剛好觀眾都會有點異議 沒關係... 雨柔今天怎麼樣 我都不會生氣 畢竟失戀黃帝大 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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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耶 佩銘哥 你真的 笑話... 你讓笑話抱走 笑話抱走 講好了 不要給她講私生活了 不是 一點都...對 對 還是要人道一點 對不對 那現在走出來沒有 走出來什麼 就是笑話 笑話的這個融蟲 當然走出來啊 因為我們就是畢業了 會難過嗎 為什麼會難過 有吃香蕉皮嗎 沒有 離開學校當然離開同學 跟老師會難過啊 對啊 妳們現在是聊同一個話題是不是 是... 同一個話題 好...我了解 我來 那乃馨妳過來一點 妳有沒有什麼話要勸勸妳 等一下 以前男朋友不是會學人嗎 你們真的會耶 我們現在上告是有的時候呢 離開一個混血兒 是為了找到下一個更好的 所以是混血兒 離開是為了更好的 對 但是他高中的男朋友是混血兒啊 混血兒好啊 對...我們是在講我的那個錢 乃馨 妳那時候那個會長 那個混血兒 他有在練氣功嗎 好啦 你們不要鬧 你給袁珍講一下哪個情況 袁珍高中在哪裡 袁珍壓抑很大 袁珍壓抑在那邊 袁珍妳是... 袁珍妳交過過學人男朋友嗎 也沒有交過學人男朋友 所以妳有失戀嗎 那怎麼辦 沒有會打武功會不會 不會 我是跟玉琳哥一樣 來自迷風淳湖的嘉義 我們家裡人... 總算來那個南台灣的校花 來... 嘉華中學 嘉欣 嘉華 嘉華中學在嘉... 嘉華在嘉義是那個貴族學校 要有錢人才念得起 有錢有錢 這是高中時候的照片嗎 這一張好漂亮 這真的 很漂亮 騎著腳踏車追在校車後面 只為了看妳安全 因為我們... 不是 講他爸爸 他爺爺啦 是誰騎著腳踏車啊 我就是... 因為我都一直搭公車上下學 所以在等公車的時候 早上就會有別校的男生會過來 騎腳踏車來跟著我 一樣會送早餐 可是他們很貼心 可能就是多一份心思 就會幫我的 一起等車的同學準備早餐 那就家裡環境好一點 就對比... 贏了... 你只有一份早餐 他有權... 單個早餐 而且我們那個學校在山坡上 所以校車就一路上去的時候 男生就會很賣力的騎腳踏車 那個坡很陡 而且那時候應該還沒有變數啊 沒有耶 對 後來他們就要努力拚命 騎到門口的時候很累 後來就是看著我進校門 再去上課這樣子 太感人了 男生除了寫情書之外就是 那個時期剛開始高中 高一有BB扣 BB扣 然後呢 妳也是掛在腰帶上面 不是 是男生 可能因為寫情書有時候怕 就是會轉交的時候會被... 人贓巨獲 對 所以他們就送BB扣 後來可以傳那種數字的密碼 520... 那時候開始的 後來我比較開心的是就是 我爸爸媽媽本來會很強烈的排斥說 不要交男朋友什麼的 可是就會有鄰居的媽媽 會帶著兒子的成績單來說 我兒子是那個這次月考 我是第一名可以考慮一下 爸爸媽媽直接都等於來提供 高中就有人拿成績單 這等於是完爆前面三位 像我是有同學是真的 那個時候是拿房地器來的 是真的有房地器喔 我那個同學... 不是我啊 我是什麼東西啊 我國中同學 他會來考上台大醫學院 然後是很好 各方面條件都環境都很好 那個女方的家長直接帶房 房器跟地器來 就是表示說不僅只有建築物 還有土地 那唯一條件說 要在這個暑假馬上穩定 他不只有主建築物 還有那塊地皮 對...我不知道嗎 我怕你在那邊講一講一講 對不對 這個很猛 對... 那後來你同學有... 有啊 他答應了啊 去年離婚 好敢講 這個... 就是要講房地器跟建築物 在這個主建築物上面 大家都要比 問妳啦 大家要比這個是不是 對 妳講 妳講一點什麼厲害呢 以前也是有個家長 帶他女兒來 送了一箱元寶給妳 拿了一張紙 拿了一張紙貼在我額頭 她就說作業在我家 到我家去拿 你在停車場停呢 不安全 跟老師一起上去 來了 露出猙獰的面孔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說老師那我得走了 我就進電梯 我就按一 我想說相當不妙 此事不想跟他何時 他就按了十二樓 按了十二樓 以前也是一個家長 帶他女兒來 送了一箱元寶給妳 拿了一張紙 拿了一張紙貼在我額頭 以後妳聽我女兒遠一點 元寶 我給妳 元寶 沈玉琳也遇過瘋狂的追求者 對不對 不要聽妳講這些 我們要聽人家講嘛 你們有沒有碰過什麼 瘋狂的那些粉絲追求 然後也出一些怪招的 有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會 就是在做中午的廣播 後來就是會幫 就同學可以點歌 寫一下小紙條 就是某某某 要送給某某某哪一首歌 在吃飯時間放 後來就會有男生趁機 因為害羞 所以就會把那頭遞到信箱裡面 寫小情書 最瘋狂就是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啊 就寫情書而已 那真的不夠瘋狂啦 其實追求這種 譬如說送花 送巧克力 這種就都不算喔 就正常喔 我們現在講詭異的 對 詭異的 我現在都已經把 所有大部分正常都先排除了 只是講詭異 你講猛的就對了 對 正常都很多 什麼點歌這種 我們都不講喔 對 那個... 我們慈祥信妳都有嘛 那仔細姐其實 嚴禎她沒有要競爭 就算了 放過她 她來聊天了... 聊天... 存交友 好累喔 好累喔 沒有 我覺得有的時候 我們會在學校裡面 收到一些人家寄來禮物 這個東西其實是很正常 譬如說像剛剛說那種 送那種什麼花的啦 或者是在門口呢 要遞東西也都這樣 有一次比較詭異的是 我有一次寄到一整包 我書包裡的東西 這才詭異吧 警察局寄來的喔 不是 是一個男生寄來 然後附上一個情書 然後我就嚇到你知道嗎 因為有一次 我們每天也是坐公車上下學 然後呢 在公車上 我們難免都會背單字 累到睡著 有一次我就發現呢 我回家之後呢 要寫功課就發現 整個書包是空的 所有東西包括籤筆盒 筆記 然後所有東西全都不見了 可是妳背回家的時候 它變輕了 我也覺得奇怪 我怎麼會沒有感覺呢 我就到家才發現 我的包包怎麼會偷啊 怎麼可能啊 不可能 真的 然後我跟你講 第二天 我去上課的時候 我的書上 所以你知道我們學書包有多重嗎 怎麼可能被偷了 你不知道 你遇到偷書賊嗎 這是一個字 好高級 難得有一個話 講說現場那麼多人 不想要怎麼接 可是這是一個...的故事 好 我們相信... 我到了學校 我看桌上就會有 就一個黃色牛皮紙袋 然後很厚 然後我一打開裡面 就是我所有書包裡的東西 然後他就附上個情書 然後他就寫說 譬如說寇乃馨同學 他說你一定沒發現 你包包裡的東西掉了吧 他說因為我都關注著你 所以我全部把它 一樣不露的收集起來 你檢查一下 有沒有蠟什麼東西 然後希望我對你的心意 你可以一樣不露的感受得到之類的 他偷你的東西 然後你都沒辦法察覺 然後他又原封不動寄給你 這是武俠小說裡面儲留箱 道帥儲留箱 才有辦法做的事情 或者是那種你知道 那種俠道羅賓看起來 我真的覺得他很厲害 因為...但我也很白目 因為我完全沒發現 當然我公車離我家很近 可能短短的一個路上 或者我在背單字 但是我就覺得整包都不見 後來我還被那個訓導主任 跟教官一個一個笑 他們就說寇同學 包包東西丟了都沒有感覺 可是他是真的 歡迎白目這件事情 我們還真同意 我決定要講一個比較厲害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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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碼 因為他知道人家的對手很難纏 下一位是何宇文 給你三分鐘 三分鐘就準 我加碼一個老師追我的 但是老師因為比較有錢有勢 所以老師基本上 是比較可以開名車的 沒有開到法拉利 老師是會學嗎 也不是 對不起 因為那個會長 事隔多年以後變老師了 他是在我修完那門課 已經要結業的時候跟我講說 他就自己打電話 本人打給我 不是助教打說 孔仔欣同學 我是某某老師 我說老師好 他說你可以來幫同學們 拿我批完的作業嗎 我說好 來了… 然後他就開了一輛 應該是Benz吧 就開到我家樓下 他說為了讓你方便老師來接你 我想說這麼服務豆腐 然後接我以後上次我說 老師那作業在哪裡 他說不急 我要犒賞你 幫同學們這個忙 所以我們先去吃一頓大餐 然後車就開到西華 然後在西華裡面 子明道姓講西華 名聲通常在西華 對 然後西餐 一樓還是樓上的 你管一下西華嗎 就西華 他拿出了一本 他自己做菜的照片圖 就是他裡面有各種什麼那種 牛肉 然後Pie 然後都是那種義大利那種Pasta 然後各種那種他自己做 然後還有各種紅酒的照片 他當的目的是什麼 他說 你知道嗎 老師非常擅長烹飪 老師這些菜都是我自己做 你看我那種拍照片 啪… 我想說那現在是怎樣呢 他說而且這些酒呢 我告訴你 它是來自哪一個酒莊 然後開始啪跟我講 各個法國的酒莊 其實我根本鴨子聽雷 因為我完全 我並不是很在乎這些事情 妳不懂她亂講妳也不知道 對 然後她就問她說 坐下請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下次老師呢 等於是在追妳 還沒完 她吃完飯她就說 那現在我說老師 那我們是不是要去拿作業 她就說對 然後就開車 她就說作業在我家 到我家去拿 然後我已經快要翻臉了 她就說我媽媽在家裡 那我就上去拿一下 你在停車場停不安全 妳跟老師一起上去嗎 來了 露出猙獰的面孔 對 我想說她媽媽在家 應該還好 然後我就上去了以後 我發現呢 我從頭到尾沒有看到媽媽 然後我坐在客廳她就說 來 這是老師自己做的牛肉拍 我想說剛剛不是才吃飽嗎 老師做的比較多 妳嘗嘗看 然後還有我自己打的那個鮮榨果汁 這時候我就說 絕對不能喝那果汁對吧 不是 因為男生自己在家打果汁的 很詭異 這個人真的很詭異 我想那個老師本來就很詭異 然後她就這樣弄完以後 還沒有拿作業 然後我就說老師可以走了 已經9點了 我說我媽一定會擔心 她說好 那老師呢 先就帶妳去參觀一下 我們家隔壁的房子 我說為什麼要參觀隔壁的房子 她說因為隔壁的鄰居呢 一對外國夫婦 他們的房子非常像藝術館 他們出國把鑰匙交給她管理 我們還去看她隔壁房子 妳還真的也去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說老師那我得走了 我就進電梯我就按1 我想說相當不妙 此時不適合何時 她就按了12樓 那個電梯就直接上了頂樓 她說老師再帶妳看一下 台北市的夜景 男人無法理解 小巴好忙好煩惱 有同學的確是有為了我 在學校打假的 打得滿嚴重的 好像那男生手就斷 1的手斷了 我相信一個月 收到四支一樣的手機 可以一支給爸爸 一支給媽媽 他們都有了 然後那時候 所以爸爸用的手機 都是妳這邊通過的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自己 Oh my gosh 要看 她就按了12樓 那個電梯就直接上了頂樓 她說老師再帶妳看一下 台北市的夜景 很氣了對不對 然後就讓妳走到邊邊的時候 想要把妳推下去 然後我就沒有去看了 她一出電梯 我立刻就按1就往下走 她就追進來 然後她就不得已開車送我回家 然後車數20到30 我在母片 然後她一路上就開始跟我講 她說 柯乃馨同學 老師做了這麼多 妳都還不懂嗎 她說其實 老師就是要告訴妳 妳現在這個年紀 妳不適合交同年齡的男同學 那要交幾歲的呢 她成熟穩重 那個時候大概30幾塊40 然後她就一路開到我家門口 我都一直裝傻嘛 然後後來那個老師就說 今天發生的事情 妳不要告訴任何人 我想說 我是能告訴誰呢 所以這是首度披露了 是 黃國倫都不知道了吧 她不知道 我精神崩潰應該就是 倒不是男老師 就是有同學 的確是有為了我 在學校打架過 就A跟B都喜歡妳 這真的扁起來了 很嚴重 他是A跟B同時喜歡妳 然後結果A就看B不爽 因為聽說我比較喜歡B 她就去班上就繞人 就以前青春其實很容易這樣 我們講假跟乙好不好 不要講A跟B好不好 假跟乙 假翻 有的話聽起來尷尬尷尬 對 就因為態度不明確 造成他們的護偶 但是那時候太小了 然後所以就 Anyway 總而言之是打得滿嚴重 好像那男生手就斷了 乙的手斷了 還是假的手就斷 打人把那個人 另外一個男生手打斷了 就假把乙的手打斷了 對 所以後來乙的媽媽就來 因為一定要叫家長來 因為事情鬧很大 就要叫家長來 然後我也被叫去輔導室 因為她 因為就是妳是貨員嘛 對 亂員 然後媽媽走進輔導室 講一句話說 我現在一定要來看看 是什麼樣的女人 可以讓我兒子的手 讓我老公 所以那個人現在是妳老公囉 讓我兒子的手被打斷這樣子 看了之後呢 她就說還好 有笑一聲就出去了是不是 怎麼了 反回來 反回來 最瘋狂的行為 妳剛剛講有那個BB Call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流行 黑白的BB Call 就是還不是有彩色的 還不會跑字幕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開始 收到匿名的BB Call 但我就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是...我也不知道是誰送 所以我不知道要還給誰 所以只好收下 因為那算貴的東西 對 那個時候非常貴 因為沒有幾個人有 然後到收到黑白BB Call 到沒有隔一陣子 出了彩色的BB Call 然後就又有彩色的BB Call 而且還是那個殼是透明的 就是很比較亮的那種 對 就是一出來 妳馬上就有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壓力好大 我記得我國中的時候吧 我就有手機了 那個時候是... 也是人家送的 也是人家送的 然後那個時候的手機 就是Nokia 第一支出來那個 可以玩貪食蛇那支 我忘了是哪一支 我忘了它的行... 對 之類的 6510那種 我相信一個月 收到四支一樣的手機 妳可以開3C店了 那時候對我來講 其實是...是有壓力的 因為怎麼... 講起來是費用都滿高的 那個手機又貴 因為那個時候 這些東西是不便宜的 而且不是每個人都有 我爸媽都知道 可是就是因為 真的不知道是誰送的 可以一支給爸爸 一支給媽媽 他們都有 他們都有 所以爸媽用的手機 他們都有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自己有買 不需要看我 他們都有了 對 那個時候 那妳到底最後 有知道是誰送的 我還是不知道 都沒有都不知道 所以妳就叫她 現在電視上跟她講 我為什麼 她要來找我拿手機嗎 我請教一下 人家送妳... 比如說我送女生手機 我會打電話給她 妳有發聲 她沒有給我號碼 她只有給我機子而已 妳看雨柔從早餐午餐 一直到手機 全部都是無名氏 對啊 我覺得這好傻喔 對 都不知道是誰 可是妳知道 德烈這個才是高招 就是她送的手機 她自己用得到嗎 她要打去給... 妳知道那種 所有無名氏的啊 黃國人只要一句話 把他們都打死 就說以前那些早餐跟手機 都是我送的 誰知道的 她全部買單就好了 可是妳就拿了這些東西 妳怎麼會想要去問說 到底是誰送的 可是我覺得另外一種 比較壓力大的是 因為妳在學校裡面紅 所以妳跟著妳的聲明 就會比較... 比較大家都知道 然後麻煩的是 就是可能妳放學 已經不是說 有的人會在學校門口等妳 我就會等或者是想跟妳聊天 做朋友那都還好 可是她如果是躲起來 在妳回家的路上 要跟蹤妳回家 很恐怖 那就很恐怖 因為我曾經就是遇到 有一群小男生就是 不知道是別的學校的學長 還是什麼 一群就大概三四個 三四個男生 然後就跟蹤 那我也不知道 然後一直到我們家巷口之後 這三個男生突然鼓噪 就咆哮 小屁孩 什麼什麼的時候 美女啊 就會講這些有的美的 然後我回頭看他們的時候 真的就看到不該看的東西 他們就有露出他們的東西給我看 是考零分的考試券嗎 把衣服脫掉啊 不是 他們是十七八歲 不是那種變態老妹妹嗎 我第一次知道 變態還有一群一群來的 有 他們可能就是妳說 因為他們有時候 也會結成一個群組 他們要壯膽 他們一個可能不敢 他們可能比較少一些好朋友 然後壯膽 所以四個人不約兒童 都露出那個不雅的東西 沒有 到四個都不雅 就是我沒有仔細看 但我至少有一點 妳沒有仔細看 1 2 3 4 還有4乘以2等於8 嘿 嘿什麼 我沒有仔細看 就是會嚇到 因為那時候被人家跟回家 你家就被知道在哪裡 然後就還有一次經驗是 我突然在家裡的客廳放假喔 然後我聽到我們 因為那時候木柵 我們家小巷子裡面 幾乎是沒有聲音的 然後我突然聽到有人在外面高歌 唱什麼 然後我們家住五樓 已經算頂樓 然後怎麼會有高歌 然後我就看那個窗戶下去看 那個巷子裡真的沒有人 然後我想說那哪來的高歌 他在對面的屋頂上 他在我們家對面 都六樓屋頂唱歌 趕快他高歌哪一曲呢 我忘了他唱什麼 但我當下只覺得好好 屋頂... 不是 庸天仙 庸天仙 他來跟他唱歌 庸天仙 要在庸天仙 兩個人... 你就這樣唱起來了 對不起... 我有時候會有一些領域 而且你說站在... 站在陽台就算了 他是坐在對面的那種 哇上 就斜坡 坐在那大唱琴 好危險 但我當下真的覺得好好笑 我在我們家 笑他堆在地板上一直流眼淚 因為我覺得什麼 你如何確定他是唱給你聽的呢 因為他就對著我們家 而且我出來看的時候 他也看著我這樣唱 然後因為他只這樣 他一這樣看我 我就覺得更好笑 因為我想說 怎麼會做出這種花系列的事 校花這些學校 永遠都是被人家捧在手心上 對不對 你們在學校 不可能平常沒有不被人家排擠 一定有這種 大家總是會有不喜歡你們的女生 對 肚子母會嗎 我說怎麼辦 我們排擠的問題 校園生活不快樂 笑花招霸凌排擠 那時候我們肥米 有一個反扣集團 上去主持會議的時候 就一半以上的班代 就是每一班有個班代表 全部側動 就整場虛弱 你手機會突然間接到一些 變態的喘息聲什麼的 有一個大騷貨 然後剛才電話號碼 哪有人這麼寫 會... 會... 今天平常沒有不被人家排擠 一定有這種 大家總是會有不喜歡你們的女生 對啊 肚子母會嗎 肚子母會嗎 我們排擠的問題 肚子母... 不是 你們怎麼會被人家 他現在是示範排擠的嗎 他現在是示範排擠 排擠 排擠你... 補一槍 補到補到 不是因為 你怎麼會被人家捧在手心上 總要講一些被人家排擠的事情 不是 因為我覺得 在學校裡面 你是一個受歡迎的女生 基本上 女生就會不喜歡你 對 因為每個女生都會有比較的心態 對啊 妳們剛剛不就在比較了嗎 我們沒有 我們是 我們同不相處 你們不要同步一間 對 這個效果真的好棒 一點都看不出來 所以說 我不知道其他人 因為像我就是 我可能個性的關係 然後我又一直在運動 然後我可能都是學校 比較受歡迎的 所以我比較跟男生走得近 因為我們可以一下課 就一起去運動 然後常常 我覺得最小個案子的是那種 就比如說你在走廊上 經過一群女生 他們經過你就會說 這還是小事 這還是小事 再來就是 你會發現莫名其妙 為什麼會有人 亂七八糟打電話到你家 就是會 對 然後你手機會突然間接到一些 變態的喘息聲什麼的 我就想說這電話是哪流出去的 就最後發現是 學校女生不喜歡你 學校女生不喜歡你 他把你的電話 比如說寫在公園的溜滑梯上 然後寫在 就夾在那個機車的上面 說郊遊什麼的 他就會把你的資料都外寫 他們都會寫一些不雅的字 打牆 扛出紗什麼 劉宇柔這個大燒貨 然後當的電話號碼 哪有人這麼寫 對 其實在廁所場地在面 你看過嗎 你看過 寫什麼 審慮 他說你大燒貨還是小案子 他甚至到直接會講一些沒有 就是沒有發生的事 比方說以前我們學校會有那種 譬如說大學剛畢業的老師 來學校當實習老師 然後那些實習老師來 其實都是年輕的 就是是那種體育系帥的 然後可能體育課比較多互動 他們就開始在外面傳 就說你不知道劉宇柔跟那個 誰...怎麼樣 就跟那個老師在一起 他們放學都一起去哪裡 可是那個時候的那個年紀 你自己被講這些話 你會覺得很受傷 因為明明你才十幾歲 你怎麼可能跟老師幹什麼 對啊 要一直去他家拿作業而已 不是啊 你自私老師 哪有作業可以拿 到頂樓看風景 就是他指揮 他們就會講這些話攻擊 那潘老師你也 我要舉辦你們剛才講的那些事情 可能在我... 為什麼不繼續聊呢 其實基本上還是都有發生 真的都有發生 自己有克制住嗎 克制住 當然是一定要克制住 我也搬上學生上課 衣服褲全部脫光 脫光 他跑到裡面的時候 老師我愛妳 我愛妳 那妳是有感覺嗎 全部脫光光 男的 女的 健身房 女的 沒有...全部學生都在那邊 然後他從後面來 他把衣服褲全部脫光 然後跑到裡面去 老師我愛妳 我真的嚇到 後來叫警察來 叫警察來 叫警察 全部衣服褲 你還收到有人送你炸彈 然後碰那個整個箱子爆炸 那也就是 我也是像你們一樣 就收一堆這些 可是你也不知道是誰 就匿名的東西太多 炸彈如果是最近收到的話 應該可能不是學生送的 就可想而知是誰 應該是資深藝人送的 那個彼雯 彼雯有被擺擠 你看我是不是解救妳了 我有碰過 就是類似說 比如說我有被霸凌過 就真的就警告你不要來學校 那個很恐怖 他就說 比如說因為學長喜歡你 同時候可能有一些小太妹 也喜歡那個學長 他就會叫你不要來學校 幹嘛把人家都說成小太妹 除了你以外別人都是小太妹 他自己是小仙女 他別人都是小太妹 可是你會繞人去打人的 本來那時候就算是 比較算是小太妹 但是也不代表他長大一定不好 對不對 有什麼樣嗎 我有被打過 我有被打過 那是什麼樣的情形 就是 就把你叫到廁所 就是這樣 真的有打你 你看破壞是不是 沒有 他就類似這樣打你一下 這種我有話 就把你拖進廁所裡 女生把女生全部 女生打 她一直這樣對不對 女生打 那有用那個馬桶水沖妳的頭嗎 沒有那麼嚴重 那時候沒有那麼壞 妳是看什麼古惑仔電影 看太多了 這是她自己節目都會這樣做 楠欣有碰過這種事情嗎 被霸凌 妳以前就這樣講話 我就不小心沒有人霸凌 妳看 多霸 因為在女生的那個眼中 覺得奶欣這樣好像是應該 也會被小太妹圍毆的樣子 其實我的個性以前真的 很容易被人家欺負的原因是因為 除了我那時候就是沒有 搞清楚狀況 然後瞎瞎的 然後常常會瘋芒太陋之外 我非常容易跟人家直來直往 譬如說你知道 那時候我在北女 你知道都是女生的環境 是很可怕的 就是所有人都會比較 然後我們有一個平衡的力量 然後那時候我們北女 有一個反扣集團 就是因為我而成立一個方案 好… 這什麼事情是 陪妳幹嘛反扣自勳 因為扣自勳也是前輩 她也是知名藝人對不對 好是反扣奶欣 就是一個反扣集團是 他們一群人有一個領導 有一個大姐大的 這個大姐大通常會模仿我 譬如說我今天頭髮怎麼吹 她怎麼吹 然後她就以模仿我著稱 但她會用模仿我的樣子 去幹一些壞事 譬如說剛剛雨柔說的 她會用我的名字打電話給幾個 扣自勳 她笑我的男生 她就說你好 我是寇乃欣 然後我很寂寞什麼之類的 然後真的就會接到那種喘氣電話 然後還會用我的名義寫情書 然後再把那封情書 轉載在校刊上 你知道我的人生跟校刊 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然後他們還會在 一群人他們會三三兩兩的 不同的時間 經過我們家的那個教室門口 兩個人握一下就說 然後另外一個人說妳怎麼了 我噁心啊 看到這種東西啊 這種常常會有啦 然後有一次最誇張的是呢 反扣其常就策動了所有的班代 大概有二分之以上呢 跟他們一起倒戈 因為我那時候學生會長 我必須要開所謂的動員樂會 就是全校的師生一起開的大會 上去主持會議的時候 就有一半以上的班代 就是每一班有個班代表 全部側動就整場虛我 然後就是說 下去妳下台 全部側動就整場虛我 然後就是說 下去妳下台就整場虛我 她是說得好像是 人家這種裝腳被拔妝有沒有 而且她說的感覺是萬人大會 你好像在選什麼立委還什麼 妳那時候頭上有戴很高的 帽子那一種嗎 我那時候就是覺得 我就很尷尬 因為我在現場講話 沒有人聽妳就算 然後大家就全場虛 你知道北一女虛起來那種感覺 你知道被 台上被很多人虛的感覺是什麼 就那種 真的是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現在是要下台還是怎樣 因為其實我也並沒有 那麼想做選生會會長 那妳眼眶有含淚嗎 那時候當然會 可是這種事情真的非常多 可是後來有一件事情 發生是比較好就是說 因為我的個性 其實相處久了我就知道 其實我沒有大家以為 那麼討厭 所以後來我們同班的同學們 所以他 為什麼 剛剛說什麼 他說的確 其實 其實他的意思 國倫老師的意思是說 你沒有想像中這麼討厭 對 不要讓他們影響你 不要一直打斷他 是你打斷的嗎 是我打斷的 因為 那時候我們班同學 其實我跟你講 一開始大家會很多對你反彈 可是後來我們生命的人 知道我的個性是真性情 就是也不是故意裝的 或是怎麼樣的時候 他們就變我朋友 馮媛甄還在 不好意思… 一直以為是三個來 媛甄被三個這樣講到後來 他覺得他自己 聊聊嘉義 南台灣的那個 他最大的被拍擠的事件 是有一次在去買麥當勞的時候 被人家推了一下 媛甄 媛甄妳好好講 妳幹嘛把她故事講完 媛甄妳好好講 妳把她唯一的故事講完了 真的嗎 人家好容易可以開口 但是到高中的時候 因為有新生訓練 一講話就沒破例子 真的會帶妳參觀校園 後來那時候就是有教官 因為高中開始有教官的時候 他就帶著我們參觀之後 就被莫名其妙最後大家解散 我就被叫到教官室去 他教官沒來由的跟我說 你們這幾個 我們有幾個男生女生 就被叫到一起 說不要亂搞男女關係 我就讓你們順利畢業 我就想說你講那什麼話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讀書 所以我第一次的探考 我考第一名 後來去登她多 就嗆教官 因為我本來會比較 學生會比較防禦 那妳去登她 登她應該是 那是妳的登 對啦 因為那時候會把心思想說 我是從女校就是 國中是讀女校 後來轉到男女和校 會想說 應該要在同儕之間 就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和平相處 所以防禦力都放在那裡上面 可是沒想到是教官 所以讓我一開始就感覺很挫折 就是碰到這樣的教官 可是還好她比我先走 我還沒畢業她就先畢業 她在那裡 她意思是說 我們是被同學霸凌 她的等級 就是說連教官都霸凌她 連教官都霸凌妳 妳剛剛跟她一樣講不就好了 不管怎麼樣 今天這集真的是雷聲大 雨點玩笑 因為在馮媛甄這邊 我們大家都冷靜下來了 因為她等多 不是這樣子才難的 再次感謝四位來到 麻辣同學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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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